2020年作为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选举年之一 总成本可能会打破以往记录 根据非营利性无党派研究机构CRP的早期估计 2020年选举周期预计将耗资108亿美元 比通货膨胀调整后的2016年选举周期高出50% 分析包括来自总统候选人、国会候选人 以及各党委员会和外部团体的支出 108亿元中估计有52亿元将用于总统选举 56亿元将用于国会选举 支出估计超过了之前的最高纪录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减少 迫使他们更加依赖电视和数字广告 根据CRP的分析 总统竞选期间的支出预计将达到52亿元 CRP表示 在计入通货膨胀因素之前 2008年大选是最昂贵的总统选举 花费了28亿美元 总统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和以巨大的筹款优势开始选举周期的共和党 已经花光了在8月底筹集的13亿元中的将近10亿元 拜登竞选活动和民主党在一开始的筹款少于共和党 但是现在已经反超 8月 拜登团队筹集了3.65亿元 而特朗普团队只有2.1亿元 进入9月份时 拜登手里有4.66亿元的现金 而特朗普团队有3.25亿元 根据媒体研究公司的分析 仅总统竞选活动和外部团体 就在电视和数字广告上花费了超过13亿元 其中民主党人花费了7.09亿元 共和党人花费了6.27亿元 CRP的分析显示 捐款金额在200元以下的小额捐助者 占本次选举所有联邦委员会筹款的22% 比2016年增加了14% 而排名前100的捐款者已经筹集了7.56亿元 占联邦委员会此次筹款总额的8% CRP的分析还显示 女性捐助者的影响力在2020年也继续增长 女性捐助了将近17亿元 占本次所有捐助者的43% 根据提交给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 到目前为止 联邦政治委员会在这个选举周期中 已经花费了72亿元 预计该数字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激增 届时参议院和众议院委员会将提交第三季度报告 随着众议院和参议院今年的候选人继续创下筹款记录 国会之战正在促使支出增加 根据数据到2020年周期结束时 国会选举的费用预计将超过56亿元 与2018年中期选举大致相同 比2016年增加37% 共产党 青年增加37% 感谢观看